按双眼惊艳至极 1550亩大抵当画板 9种水稻做饮料 种出全球最大的稻田画 还把火车开进了农田里 沈阳这块奇特的稻田 收费才能进 仍有30万人排队参观 转发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都开开眼界 这一全球独一无二的矿石奇观 就坐落在辽宁沈阳沈北新区的 稻梦空间景区内 从牵手观音 大闹天宫 再到盛世降龙 一幅幅巨型画作 躺在广阔的大地上 色彩斑斓 震撼无比 其中最壮观的一幅作品 当属这幅占地七十五 全球最大的八仙过海 八位神仙形态各异 掀起飘飘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祝福马小凯根本不敢相信 这些画作竟然都是由当地农民 一颗一颗亲手种出来的 原来这种精美绝伦的艺术形式 叫做稻田画 需要经过电脑设计 卫星定点 人工插秧本工具 将一颗颗可食用的 有色杂交水道 种植在稻田里 等到水道自然长成后 才能得到一副时间 汗水和心血交织而成的 宏伟巨多 祝福马小凯了解到 光是一幅牵手欢音族 就足足设计了 两万八千多个定位点 才达到每个细节都栩栩无声 值得一提的是 为方便游客观赏 盗梦空间景区 不仅设置了专门的瞭望塔 甚至还把火车管道 修进了空田里 这列长达两千八百米的 稻田火车专线 是当今全国最长的 稻田小火车 坐上火车便可尽情穿梭于 稻田之间近距离欣赏 这些巧诺天宫的稻田艺术 更让祝福马小凯精盼的是 作为我和我的家乡电影的取景医 盗梦空间彻底走红泉网 一年接待三十多万农游客 解决了周边两千多位农民的 就业问题 等到水稻成熟 留下育种需要的种子之后 剩下的水稻则会 直接作为粮食出手 端上大家的餐桌 真正做到了物尽其用 绝不浪费 万万没想到 在广阔的东北黑土地上 竟然藏着如此惊艳的奇景 这些用双手一点点 创造出矿质画作 值得被更多人知晓 今天这个视频在群里刷屏了 如果你也被这些美丽的 稻田画震撼到来 请转发扩散出去 让大家都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